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进来少儿训练的66级 我们讲师的训练 65级讲了师的方法 这是我们讲怎么把它的师的技术用出来 在训练中该怎么用 训练练书的怎么用的比赛当中去 这节就讲这个 第一个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多球 让它连续撕 不要太大的动作 就在这里连续撕 给我撕好了 走 开始训练这种动作别太大 对 动脚动脚 多球这样子练 练就练他的手腕力量 把它练练熟来 没人训练办法 走 在多球给的时候 一定露点一定要 心准一点 露点不能太开 好 你过去 灵续撕把拍子提起来 来 走 斜线 对 撕住 对 对 对 快撕 不要推 不要怕 大胆顶在前面 漂亮 帮帮帮帮帮 第二个要注意步法 在练的时候要注意步法 给的时候就是小碎步 还有位置要打开 你不要站得太死 有的时候球改变了就要走起来 那现在我们练队员的步法 让他在每一个方向都能撕 让他动起来 对 在打到比赛的时候 他能够动起来了 打到比赛了 他就会早点了 所以说在练的时候 要给各个落点给他 好 过去 中原下去 走 走 走 站稳来 走 对 对 过来 过来 好 对 对 对 过来 过来 好 好 过去 快点 快点啊 身体带动 带动 先回去带动 对 对 别退 上来 带动啊 好 身体带动啊 蹭起来 第四个 第四个 就是打与摩 就是打的与摩擦啊 别打的太多也不要摩擦的多 打跟摩擦 五比五 一边打一边摩啊 对 不要退 对 对 我让你快 我不要你发力 啊 就打个摩擦 一定要让他去训练这种感觉 对 对 好 最后一个是还原 教教运动员怎么还原 打完 还原 对 一定要还原 身体回来 走 还原 对 还原啊 找位 找位 还原 走 走 走 好 好 66级的施的训练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是要注意啊 撞跟摩擦 还有位置 找位 这些都要让运动员去适应 而不是给一个定点给他 打他比赛的时候 球跑位了 或者球位置偏了 他就会走位去施 所以说的话 在练习的时候 带队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好 这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